日本以富士山、樱花等美丽的自然景观 以及传统艺术、建筑等文明与世 如寿司、乌冬面、天妇罗等美味的日本料理也备受推崇 此外,漫画和动画在世界范围内也非常受欢迎 吸引了众多粉丝 日本还具备领先的技术和独特的文化 因此,在这个国家生活将会每天充满惊喜 然而,在对日本了解有限的情况下 您可能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违反规定 国家为了能够在日本享受安全、宁静的生活 请通过这个视频来了解更多关于日本的信息 在日本 交通规则应国家而异 在日本,必须遵守日本的交通规则 在日本,行人走右边,汽车和自行车走左边是基本规则 信号的意思是,绿色是可以前进,红色和黄色是停止 即使绿灯闪烁,也要停止 道路上有车道和人行道,车辆通行的是车道,人行走的是人行道 在道路上行走时,行走人行道,如果没有人行道,就要在道路的右边行走 道路上不仅有行人,还有自行车和汽车 为了避免事故,行人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 在没有斑马线的地方过马路是危险的,所以请不要这样做 有禁止行人横穿标志的地方,绝对不要横穿马路 过马路时,尽量选择有信号灯或斑马线的地方 除了斑马线,还有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等地方也可以使用 要选择这些地方过马路 当铁路道口的警报器响起时,这表示火车正在靠近 无论多么匆忙,当警报器响起或道闸开始下降时,绝对不要进入铁路道口 当警报器响起或道闸开始下降时,不要进入铁路道口 要等待火车通过 夜间,穿着黑色等暗色衣物走路会导致其他开车的人难以看到你,非常危险 夜晚行走时,请穿白色或黄色等亮色衣物 或者将发光物品固定在衣物或物品上,以便其他开车的人能够看到你 在车道上行走或停留是危险的,所以请不要这样做 例如,即使风景再美,也不要在车道上停下来拍照 原则上,自行车应该在车道的左侧骑行 人行道上行走的行人具有优先权 自行车在人行道上骑行时,应该慢慢行驶靠近车道的位置 此外,骑自行车时必须戴头盔 不能两个人骑一辆自行车 不要并排骑行 自行车请一个人骑行 与其他自行车一起骑行时,请排成一排骑行 如果晚上不开灯骑车,其他车辆的驾驶员会很难看到您,这非常危险 为了安全骑舰,在晚上骑自行车时,请打开灯光 不经安全检查就进入交叉口是非常危险的 自行车必须像汽车一样遵守标志 在有停车标志的交叉口,务必停车并确保左右安全 在有停车标志的交叉口,务必停车 确认左右安全后再行驶 喝酒后,绝对不能开车 在驾驶过程中,不要使用手机,也不要撑伞 汽车行驶在道路的左侧 在行驶靠近行人和自行车的地方时,必须慢行 要驾驶汽车,必须获得驾驶执照 在日本驾驶汽车,必须持有以下其中一种驾驶执照 日本的驾驶执照 国际驾驶执照 仅限根据日内瓦公约发放的国际驾驶执照 外国驾驶执照 以及将其翻译成日语的文件 只有持有瑞士、德国、法国、比利时、摩纳哥 台湾驾驶执照的人才能够使用此方法 获得日本驾驶执照有两种方法 参加日本驾驶执照考试并取得日本驾驶执照 从外国驾驶执照转换为日本驾驶执照 有关详细信息 请查看警察总部的网站 或您居住的多道府县的驾驶执照中心的信息 在没有携带驾驶执照的情况下 驾驶汽车是不允许的 在驾驶汽车时 必须随身携带驾驶执照 此外 如果警察要求您展示驾驶执照 您必须予以展示 乘坐汽车时 必须系好安全带 驾驶汽车和乘坐汽车的所有人 都必须系好安全带 不同国家关于红绿灯交通规则 有可能不同 在日本的情况下 红灯意味着不得前行 无论是直行 左转还是右转 当红灯亮起时 必须停车等待 不过 有一些例外情况 当红灯和绿色箭头信号一起显示时 只能按照箭头的方向前行 切勿酒后驾驶 不要让喝了酒的人 开车送您 或与他们一起乘车 请勿将汽车借给饮酒者 或向驾车者提供酒精 驾驶时 请勿使用手机 遵守交通规则 有助于保护自己 和他人的生命 请遵守交通规则 确保安全生活 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规则和习惯 是必须遵守的 这里将介绍一些与生活相关的规则和习惯 在日本 家庭垃圾需要放置在指定的地点 以便收集 每个市区庭村 都有自己的垃圾出处规则 如果不遵守规则 进行垃圾处理 不仅垃圾不会被收集 它会给附近居民带来不便 请务必按照所在地市区挺村的垃圾处理规则来处理垃圾 不要将垃圾混在一起丢弃 在丢弃垃圾时 必须将其分类 垃圾可以分为可燃垃圾 不可燃垃圾 可回收垃圾 和大型垃圾等不同种类 由于垃圾分类的方法 因市区挺村而异 所以 请按照所在地市区挺村的规则 进行垃圾分类处理 不要在垃圾处理区以外的地方扔垃圾 不要在非垃圾收集日扔垃圾 不要在不允许扔垃圾的时间扔垃圾 不同市区挺村规定的垃圾出处位置 出处日和时间处理方式都不同 通常垃圾出处的时间是在垃圾收集当天的早上 请按照规定的地点 日期 时间 和方式处理垃圾 有些市区挺村规定需要使用指定的垃圾袋 您必须在商店购买这些袋子才能丢弃垃圾 在规定地点以外丢弃垃圾是违法行为 可能会受到处罚 有关垃圾处理的详细信息 请咨询所在市区挺村的政府部门 有些物品不得作为垃圾丢弃 空调 电视 冰箱 洗衣机等设备 有规定需要回收利用 不能作为垃圾丢弃 如果需要更换这些设备 您需要向购买新设备的商店 或购买时的商店 支付费用 以进行回收 日本人认为 制造大声音和喧哗 会给他人带来不便 即使您觉得不会引起注意 但对附近居民来说 这可能会产生噪音 所以请注意时间和地点 避免制造噪音 即使在自己家中 制造大声音也会影响邻居 大声说话 大声观看电视 大声听音乐 在派对上唱歌或跳舞 演奏乐器等 都可能会给邻居带来困扰 所以请注意 在深夜或清晨时分 使用洗衣机 吸尘器 淋浴等 可能会扰乱睡觉的人 因此 请确保在深夜或清晨时分 不制造很大的声音 在家外制造大声音 也会给邻居或过路人 带来困扰 在公共场合 如道路上 避免在外面大声喧哗 饮酒 集体嬉戏等 以免干扰他人 如果不注意保持卫生间干净 会给下一个使用的人带来困扰 请正确使用马桶 并保持清洁 不要将卫生纸扔进垃圾桶 卫生纸是可以冲入马桶的纸张 使用后 请务必将其冲入马桶 此外 测纸以外的纸物 不能丢进马桶冲走 会造成堵塞 不要在厕所里留下垃圾 厕所不是垃圾处理厂 商店内的厕所或公共厕所 将由众多人使用 为了确保下一个使用者 能够舒适地使用 请不要在里面留下垃圾 在日常生活中 与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 通过日常与邻居的互动 可以减少住户之间的纠纷 此外 您还可以获取社区信息 并在发生灾难时互相帮助 请经常向邻居打招呼 参与所在社区的活动 如清洁街道或参加节庆等 有助于建立更好的邻居关系 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 通常会组成一个团体 以便共同进行活动 使他们的社区更加宜居且安全 这个团体通常会被称为 赐质会或庭内会 所需的活动费用 由会员支付 这个团体通常被称为 自治会或庭内会 加入这个团体 可以增加与社区人士互动的机会 提高在日常生活和灾难发生时 相互协助的能力 有关这些团体的详细信息 请咨询所在市区庭村的政府部门 为了与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以便安心生活 让我们遵守生活规则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遵守一些规则和习惯 不仅限于在家里 这里将介绍一些 有关在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 遵守的规则和习惯 温泉和公共浴池 是许多人使用的浴场 为了不给其他人带来麻烦 请遵守日本沐浴规则 不要穿着泳衣或内衣进入浴池 在日本进入浴池时 不穿任何衣物 在温泉和公共浴池中 我们应该不穿泳衣或内衣 然后入浴 不要将毛巾放在浴池中 因为这会污染浴池的水 请不要将毛巾放入浴池 由于浴池的水会被污染 所以不要在浴池中 使用肥皂或洗发水 肥皂和洗发水 应该在洗浴区使用 在电车或公共骑车上 许多人会挤在有限的空间内 要注意 有时我们可能会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 在电车或公共骑车上大声说话 不使用手机是不礼貌的行为 不应该这样做 当您在电车或公共汽车上 大声播放音乐时 声音可能会泄露 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 在乘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时 不要以大声音量收听音乐 当车厢拥挤时 保持双肩包背在身上 可能会碰到周围的人造成不便 在车厢拥挤时 请将双肩包抱在前面 不仅仅是在道路和公园 不特定的人会出入的广场 商店等也是公共场所 在这些地方 请遵守礼仪 不要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 在公共场所 不要乱扔垃圾或香烟蒂 随地扔垃圾 不仅仅会让他人不适 还会受到处罚 破坏环境 引起火灾 事故等 而且 在规定场所以外扔垃圾 是犯罪行为 会因非法投契受到处罚 即使您找不到垃圾箱 也不要在规定以外的地方 丢弃垃圾 没有垃圾箱时 请把垃圾带回家 请不要插队 在排队的时候 不要插队 又不仅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适 还可能导致纷争 行列排队时 请不要插队 应该站在队伍的后面排队 原则上 在室内不能吸烟 在室外 很多地方也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日本正在推行分烟政策 规定的吸烟区域 吸烟时 请使用吸烟区域 在生活中 请确保不会给周围的人添麻烦 生病或受伤时 为了能迅速就医 我们需要了解医疗机构的种类 和如何寻找医疗机构 根据疾病或伤害的严重程度 选择的医疗机构也不同 像感冒 常见病 或轻微受伤时 请前往诊疗所 当病情较为严重 或需要手术时 请前往医院 不同的医疗机构 有其专业领域 代表性的包括 一些典型的例子包括以下 内壳 治疗感冒和内脏器官相关的疾病 外壳 治疗创伤和需要手术的疾病 小儿科 治疗婴儿和儿童的疾病 整形外壳 治疗骨骼 关节 肌肉等问题 眼科 治疗与眼睛有关的疾病 牙科 治疗与牙齿有关的疾病 妇产科 治疗女性相关的疾病 以及进行产前检查 和支持分娩 一些医疗机构 提供医疗翻译服务 以满足外国语言患者的需求 在寻找医疗机构时 您可以使用互联网 咨询所在市区挺村的政府部门或国际交流协会 此外 您还可以访问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网站 以寻找外国语言支持的医疗机构 前往医疗机构时 请出示您的健康保险卡 出示健康保险卡 可以降低就医费用 有关健康保险的更多信息 将在本视频的其他部分中进行解释 请提前了解医疗设施的位置 以便在生病或受伤时不会慌张 能够及时就医 在紧急情况或灾害发生时 为了保护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 我们需要了解紧急情况下的紧急电话 灾害准备和撤离方法 不同国家的紧急情况电话号码各不相同 在日本 如果您因突发疾病或受伤急需救护车 或因火灾需要消防车 请拨打119号码 当您拨打119号码时 操作员会问您 火灾还是救护 如果是因疾病或受伤 请回答救护 火灾时 请回答火灾 之后 操作员会询问有关地点 情况的问题 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等 请回答操作员的问题 在发生事故 交通事故等 需要立即警察干预的情况下 请拨打110号码 当您拨打110号码时 操作员会问 事件还是事故 请回答相应的情况 之后 操作员会询问有关时间 地点 事件的问题 以及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等 请回答操作员的问题 拨打119号码 110号码 或警察 消防 救护等紧急服务电话 是免费的 在紧急情况下 请毫不犹豫地拨打这些电话 如果您无法自己拨打电话 请请求身边的人帮助 在公共电话亭中 您可以免费拨打紧急电话 记住这一点 日本是一个经常发生灾害的国家 主要的灾害类型包括 台风和暴雨 伴随着强风和大雨 台风和暴雨 可能导致河水泛滥 和山体滑坡等 地震 地面会震动 地震可能导致建筑物倒塌和火灾等 海啸 由地震引起 海平面上升 巨大的海浪侵袭陆地 海啸通常不仅在海岸线上 还可能越过防洪堤 淹没内陆地区 火山喷发 火山喷发时 会喷出高温的岩浆 气体和火山灰等 截止到2023年 日本有111座火火山 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是无法预测的 为了保护自己 我们需要平时做好应对措施 请准备三天至一周的食物 水 电池 手电筒 将这些物品放入背包中 以便快速携带 这样在撤离时 可以双手空出来 有一种叫做灾害图的地图 上面标有可能受灾害影响的地点和避难所 您可以在所在市区挺村的政府部门等地方 查看这些灾害图 查看灾害图 了解危险地点和避难所的位置 当地举行防灾演练和撤离演练时 请积极参加 学习应对灾害时的行动方法 如果您认为当前所在地危险 或者市区挺村政府发布有关撤离的信息 请立即撤离到安全地点 在台风或暴雨期间 靠近海洋或河流的地方 可能存在被重走的危险 此外 在靠近山坡或山体的地方 可能存在大量石块和泥土的流动危险 在台风和暴雨期间 请不要靠近这些地方 在发生地震时 如果在室内 请迅速躲到桌子下 以保护自己 当战斗停止时 请关闭燃气和炉子等火源 如果在室外 请用包或其他物品保护头部 然后前往宽阔及安全的地方 在大地震后 可能会发生海啸 如果您在发生地震后 靠近海洋或河流的地方 请迅速远离 前往高地 海啸可能多次发生 所以在海啸警报 或注意事项发布期间 请不要靠近海洋或河流 为了撤离 请首先关闭燃气和炉子 并关闭电源断路器 如果您不知道该前往何处 请向日本当地人寻求帮助 日本的气象厅 提供天气 地震 海啸 火山等信息 您可以在气象厅的网站上 用多种语言查看这些信息 此外 您还可以通过电视 广播 互联网 智能手机应用 等多种方式 获取这些信息 紧急情况和灾害发生的时间 是难以预测的 在危险事件发生时 应采取何种措施 最好提前了解 在日本生活并获得政府服务时 必须正确进行入境手续和地址登记手续 如果忘记进行这些手续 可能会受到处罚 甚至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或取消居留资格的风险 我们将解释移民程序和地址注册 我们还将提供有关居民卡和个人编号卡的信息 请记住这些细节 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 有特定可以从事的活动 以及允许在日本停留的期限 持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 可以在日本居留 可以在日本居留的期间 称为在留期间 在留资格和在留期间 是由入管局程序规定的 未在入管局办理相关手续时 不可进行与在留资格不符的活动 不可在超过被许可的在留期间后 仍在日本居留 请务必记住 与您的居留资格相关的活动和停留期限 在留卡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的身份证明卡 居留卡上包含了您的姓名 国籍 居留资格 居留期限等信息 除了旅游者外 所有居留期限超过三个月的外国人 都会由入国管理局发给一张居留卡 满16岁级以上的个人 必须随身携带他们的居留卡 不要把您的居留卡借给他人或存放给他人 如果移民局或警察要求查看您的居留卡 您必须出事 此外 您在市、区和品德办事处进行各种手续时 以及在日本签订合同时 也需要居留卡 如果您的居留卡丢失或损坏 必须在14天内向入境管理局申请换领 请查看入境管理局的官方网站 了解所需文件和更多详细信息 您不能从事 除了在您居留状态下 被许可的活动之外的其他活动 也不能在超过您批准的居留期限后 继续在日本逗留 在以下情况下 您必须向入境管理部门申请许可 如果您计划在目前的在留期限到期之前 继续在日本停留 请在当前期限到期之前 申请在留期限的延长 如果您打算将活动更改为 不受当前在留资格覆盖的活动 请在开始新活动之前申请 便刚再留资格 如果在日本出生了孩子 请在出生后14天内 向当地市区或镇的办事处报告出生 并在出生后30天内 向移民局申请 取得再留资格 申请所需的文件 包括护照 居留卡 一张面部照片 申请表格 以及与您的活动相关的文件 活动内容的文件 会根据您的居留资格而有所不同 请访问入境管理局的网站 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有一些在留资格禁止工作 例如 持有学生 或家庭志在等在留资格的人 是不允许工作的 即使是拥有工作资格的人 也不能从事 与其在留资格不符的工作 如果您希望兼职 或从事与您的在留资格允许的活动 工作 不同的活动 请在开始工作之前 向入境管理局申请 允许从事在留资格不允许的 其他活动的许可 如果被批准 您可以在许可的活动 工作 和时间范围内工作 请查看入境管理局的网站 以获取有关 许可外活动许可 申请所需的材料 和更多详细信息 如果您离开日本 您将失去在留资格和在留期间 但如果您计划为相同的活动返回日本 有一个制度 允许您在保持当前的在留资格 和在留期间的情况下 重新入境日本 如果您计划在一年内返回日本 且持有有效护照和在留卡的话 您无需在前往机场或港口之前申请 再入国许可 离开日本时 请在机场或港口的入管局 填写所需的内容 出示护照和在留卡 并告知他们 您将返回日本 离境后的一年内 您可以以现有的在留资格 和期间 重新入境日本 如果离境时间超过一年 或者即使在一年内 也超过了您的在留期限 那么请注意 您将无法再次入境日本 如果您计划在一年以上再次返回日本 请在离境前 向入境管理局申请 重新入境许可 如果被批准 您可以在允许的在留期间内 最多五年 保持当前的在留资格和期间 返回日本 离开日本后 如果不打算返回 必须将拘留卡 交还给入境管理部门 在离开日本时 您应该在机场 或港口的入境管理处 归还拘留卡 如果您在可以再次入境的期限内 没有返回 那么请通过邮寄方式 将您的拘留卡 寄送给入境管理局 有关再入国许可的申请 以及如何归还拘留卡的详细信息 请查阅入境管理局的官方网站 在日本工作的居民和留学生 如果所属的公司 组织或学校发生变革 必须向入境管理局报告这一情况 如果您所属的公司 组织或学校的名称 位置发生变化 或者您离开时 您必须向入境管理局报告 结婚类的拘留资格持有人 当他们离婚或配偶去世时 必须向入境管理局报告这一情况 这些报告可以通过邮寄或互联网完成 更多详细信息 请查阅入境管理局的网站 强制驱逐是针对违反法律的外国人的制度 他们会被强制驱逐出日本 例如在以下情况下 将适用强制驱逐程序 超过再留期限 仍在日本逗留 如果您在不办理入境管理手续的情况下 从事您在滞留资格范围之外的工作 或者让其他人从事这种工作 则会被视为强制驱逐的对象 使用他人的拘留卡 或者将您的拘留卡借给他人 在特定刑事处罚下 被判犯有违反药物法的罪行 与刑罚的严重程度无关 包括罚款刑和缓刑判决在内 此外 在日本拥有大马等是非法的 根据强制出境规定 一般情况下 您之后的五年或十年内 将无法再次进入日本 如果您因涉及刑事犯罪 或要无法律的违规 而被强制出境 一般情况下 您将无法再次进入日本 在留资格的取消是一种体系 即 如果您没有在进行 与您的在留资格相对应的活动的情况下 在日本逗留了一段时间 您的在留资格可能会被取消 如果您的在留资格被取消 您必须离开日本 例如 以下情况可能会导致 取消拘留资格的手续 持有工作在留资格的人或留学生 在离开所属公司 组织或学校 但没有进行与在留资格相应的活动的时候 持有结婚在留资格的人 与结婚对象离婚或结婚对象身亡后 没有进行与持有在留资格相应的活动 在日本逗留6个月以上的时候 持有在留卡的人 未在90天内报告地址变更 持有在留卡的人 必须在他们居住的市区 或站的市政府办公处 报告住址变更 如果不报告地址变更 您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行政服务 所以一定要及时报告 进入日本 并获得新的上岸许可后 一旦确定了您的住址 请在14天内 前往市、区、挺、村的市政府 提交转入通知 如果您要搬家 手续可能会根据您的新地址 而有所不同 如果您搬到其他的市区挺村 搬家之前 请在之前的市区挺村政府办公室 办理转出通知 搬家后 在搬家后的14天内 前往您新的市区挺村政府办公室 提交转入通知 同意市区挺村内搬家的情况下 请在搬家后的14天内 前往您所在的市区挺村政府办公室 提交转居通知 若要搬到国外 或回到某国 需要在搬家前 前往之前锁住市区挺村的一所 提交转出通知表格 提交居住地址辩纲时 请携带您的载留卡 对于尚未领取载留卡的人 应携带护照前往 详细的居住变动登记事宜 可以在市区挺村一所的官方网站上查阅 此外 当您搬迁时 除了前述市区挺村一所 您还需要通知 提供电力 燃气 自来水 电话等服务的公司 进行地址更改的登记 更多详细信息 请访问各个公司的官方网站查询 在日本 住址的报备 适用于日本国民和外国居民 每个人都会分配一个称为 个人编号的号码 每个号码都是唯一的 日本的住址 已确定并提交了 迁入届的居民 将会通过邮件收到 个人编号通知卡 在该通知书上 将包含您的个人编号码 以下是需要使用 个人编号的一些情况 领取养老金 或儿童抚养金贴时 接受医疗服务时 在向外国汇款 或接收外国汇款时 开设银行账户时 在需要使用 个人编号的情况下 提前制作个人编号卡 会很方便 个人编号卡 是一张带有IC芯片的卡 上面包含了您的个人编号 社交保障号码卡 不仅用作社交保障号码的 证明文件和身份验证文件 还可用于在便利店获取 居民登记部的复印件 以及完成一些行政服务的 在线手续 制作社交保障号码卡时 请向您居住的市区挺村的 政府机关提交申请 搬家后 在提交搬入居所通知的同时 您也可以一并申请 制作社交保障号码卡 首次申请时是免费的 若您的姓名 住址等信息发生了变化 您需要在您所居住的市区挺村一所 更新您的个人编号卡的信息 个人编号卡的有效期限 和在留期间是一样的 当您延长您的在留期限时 您需要在您居住的市区挺村的 市政府办公室 办理更新您的个人编号卡的 有效期手续 如果您申请了在留期限的延长 或更改了您的在留资格 且结果未在个人编号卡的 有效期限到期之前出来 您也需要进行个人编号卡的 有效期限延长手续 这一手续 需要在您居住的市区挺村的 市政府办公室办理 有关个人编号卡的更多信息 您可以查阅 个人编号卡综合网站 或您所居住的市区挺村 政府的官方网站 不要忘记必要的申请和申报 让我们理解 出入境和地址手续的规定 日本有一种叫做医疗保险制度的制度 每月支付保险费 以便在受伤或生病需要去医院治疗时 个人需要支付的费用减少 居住在日本的人 不分国籍都必须参加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有多种类型 若哪种保险 由个人的工作或所在公司决定 在这里 我们将分别介绍 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 这里将分别介绍 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 加入健康保险的 是在公司工作 并符合每周工作20小时 或更多的条件的人 以及被这些人抚养 并在日本居住的家庭成员 即使每周工作超过20小时 学生也不能加入 要加入健康保险 您需要通过您所在的公司 进行申请手续 加入了健康保险后 您必须支付保险费 健康保险的保险费 是由参保者和公司各支付一半 由于参保者应支付的保险费 将从公司薪水中扣除 因此 无需进行特殊手续 加入医疗保险后 会收到一张叫做医疗保险卡的卡片 前往医院接受治疗时 出示这张医疗保险卡 可以减少个人支付的费用 在日本健康保险下 您可能有资格 获得其他金钱补贴或福利 以下是一些例子 当您支付高额医疗费用时 当您生孩子时 当由于受伤 生病 分娩等原因 导致无法获得足够薪水时 关于健康保险的详细信息 您应该向您所在的公司咨询 国民健康保险的参加对象 包括那些没有属于公司的雇佣关系 因工作时间较短等原因 不符合健康保险资格的人 以及没有工作的人等 虽然名称为国民健康保险 但持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 也可以加入 要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需要在您居住的市区挺村的市政府办事处 办理申请手续 加入者需要支付每个月的国民健康保险费 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费 是由参保者自己缴纳 需要在其居住的市区 镇 村的市政府或区一所缴纳 缴纳保险费是义务性的 如果不支付 可能会面临财产被查封等问题 所以务并确保按规定支付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后 您将获得一张健康保险卡 当您因受伤或生病需要就医时 出示健康保险卡 将使您支付医疗费用变得更加便宜 其他情况下 加入国民健康保险 也可能获得一些金钱上的帮助 例如 以下是一些情况 当您支付高额医疗费用时 当您生孩子时 如果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人 搬到另一个市或镇 需要在之前居住的市 或镇政府办理退出手续 并在新的市或镇政府 办理加入手续 此外 如果因就业等原因 加入新的健康保险计划 也需要进行国民健康保险的退出手续 相反 如果参加健康保险的人 因离职等原因 不再符合健康保险的资格 那么就需要进行 国民健康保险的加入手续 有关国民健康保险的详细信息 请向您所在的市或镇政府咨询 预计从2024年12月起 个人号码卡将变更为 也能作为健康保险证使用的 个人保险证 目前该事项正在推进 为了在日本安心生活 医疗保险非常重要 请确认您适用于哪种保险 然后进行相应的手续 日本有年金制度 每月缴纳保险费 当到了一定年龄 或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导致残疾时 都能获得定期和持续的金钱支持 在日本居住的特定年龄段的人 无论国旗如何 都必须参加这一制度 年金制度包括国民年金和 后生年金保险 根据个人的职业 工作单位 年龄等情况 可以选择只加入其中一种 也可以两者同时加入 接下来 我将分别解释 国民年金和后生年金保险 居住在日本的20至59岁之间的人 都必须加入国民年金 虽然称为国民年金 但持有在留资格的外国人 也可以加入 国民年金参保者 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请注意 国民年金的加入方式 和保险费支付方式 因参保类型而异 第一类被保险人 无所属公司的人 由于工作时间短等原因 不符合第二类被保险人的资格 以及未就业的人等 第一类被保险人 只需加入国民年金 加入程序 由您居住的市区挺村政府办理 保险费可以使用 由日本养老金机构发送的 缴款通知书 国民年金保险费缴纳通知书 通过金融机构 邮局 便利店等方式进行支付 缴纳保险费是义务的 如果不支付 您的财产可能会被查封 所以务必确保按时缴纳 如果由于低收入等原因 难以支付保险费 您可能有资格通过申请减免 来免除缴纳保险费 如有需要 可以咨询您所在市区挺村政府 或年金事务所 第二类被保险人 在公司工作 每周工作时间达到20小时或更长的人 第二类被保险人 需要同时加入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保险 加入程序由雇主公司负责 如果第二类被保险人 支付了厚生年金保险费 就不需要再支付国民年金保险费 第三类被保险人 在日本居住的 由第二类被保险人 抚养的配偶 第三类被保险人 只需要加入国民年金 加入程序由配偶所在的公司负责 第三类被保险人 无需支付国民年金的保险费 加入年金的人 会分配不同的基础年金号码 加入年金时 您将获得基础年金号码通知书 这封信上会有您的基础年金号码 基础年金号码通知书 再领取年金等事务是非常重要 如果丢失了通知书 您可以在您所属的市区挺村办公室 或年金事务所重新申请一份 国民年金的参与者 有资格获得各种年金 例如 基本老年年金 支付了年金费用 并且合格期限达到10年以上的人 可以从65岁开始 领取基本老年年金 年金的数额 取决于缴纳年金费用的期间等因素 残疾基本年金 加入国民养老金 并因疾病或受伤导致残疾的人 有资格领取此养老金 不必省年长者也可以领取 养老金数额 取决于残疾程度等因素 此外 国民养老金参与者在去世后 家属有事可以领取养老金 有关国民养老金的详细信息 请咨询您所在的社区挺村办公室 或养老金事务所 社会福利养老保险 是适合在公司工作 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等条件的 69岁以下人员的一项制度 加入手续由雇主办理 保险费由参保者和雇主 各支付一半 参保者的保险费将从工资中扣除 无需特别手续 社会福利养老保险参保者 可以领取的养老金包括 基本老年养老金 曾加入后生年金保险 支付保险金的期间 和保险金免除期间 和继十年以上的人 从65岁开始 可以领取养老金 养老金的数额取决于 缴费时间和金额等因素 残疾养老金 参保者因疾病或受伤 导致身体残疾的人 可以领取 不必是年长者也可以领取 养老金的数额取决于 残疾的程度等因素 此外 在社会福利养老保险 参保者去世时 其家属有时可以领取养老金 请咨询您所在的市区 停尊办公室 或养老金事务所 以获取有关社会福利养老保险的详细信息 已经支付养老金保险费用的外国人 如果结束在日本的活动 并计划离境 可以提出脱退一时间的申请 要符合脱退一时间的资格 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养老金累积缴费期不满10年 至少缴纳6个月的保费 在离开日本地址后 两年内提出申请 要申请脱退一时间 请通过邮寄方式 将索赔表格寄送给日本养老金服务机构 一旦获得脱退一时间 您在日本期间 参与国民养老金或扶持养老金保险的所有记录 将被抹去 请仔细考虑 是要领取脱退一时间 还是等到符合条件 去领取日本的养老金 如需有关脱退一时间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与日本养老金服务机构联系 养老金制度 是一个为了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做好准备 通过整个社会的支持 来共同维护的体系 请确认您适用于哪种养老金计划 并进行相关申请手续 日本有一个税收制度 即使在日本赚钱 居住在日本 或在日本购物的外国人 通常也需要在日本交税 有各种类型的税收 在这里 我们将分别解释 所得税 居民税 和消费税 所得税 所得税是由在日本赚钱的人支付的税收 所得税的金额 是由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赚得的金额 和您抚养的家庭成员的数量等因素来决定的 在日本居住的人 也可能需要支付在国外赚的钱的所得税 此外 家乡国家和日本之间的税收协定 可能导致所得税降低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咨询税务局 要支付所得税 您需要制作文件 指明您赚得的金额 以及相应的所得税 并将其提交给税务局 这个程序叫做纳税申报 然而 根据一个人的工作 或所在公司的不同 个人可以分为 无需纳税申报 和需要纳税申报的人 无需纳税申报的个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从公司获得工资的雇员 不需要提交纳税申报 因为公司会从他们的工资中 扣除所得税 并代表他们支付 公司从工资中扣除的所得税 被称为代扣税 公司会在年终工资结算中 结算所得税 这被称为年终调整 没有属于公司的自主工作的人 需要提交纳税申报 那些独立工作 而不隶属于任何公司的人 需要申报所得税 那些从公司获得薪水 但有额外的收入来源 或被今年终税务调整的人 需要申报所得税 需要在2月16日 至3月15日期间 在税务局提交纳税申报 如果计划结束在日本的活动 并离开该国 请务必在离开日本之前 提交纳税申报 有关所得税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咨询税务局或您的雇主 居民税 是由在那一年的1月1日 在日本有注册地址的 个人支付的税收 居民税的金额 是由上一年1月1日 到12月31日期间 赚得的收入 以及您抚养的家庭成员数量 等因素来确定的 要支付居民税 您必须准备文件 指明您的收入 和相应的居民税金额 将其提交给您 在1月1日居住的城市 区、镇的市政办公室 这个程序叫做居民税申报 然而 以进行年末调整 或提交的纳税申报的个人 通常不需要进行居民税申报 有两种居民税支付方法 特别收款和普通收款 这些方法的选择 取决于您的职业和所在公司 特别收款 在大多数情况下 由公司获得工资的雇员 会由公司扣缴居民税 并代表他们支付 这种支付方法 叫做特别收款 普通收款 没有归属于公司的 自主工作的个人 或工作在 不需要特别收款的 小公司的个人 必须自己向所在城市 区或镇的市政府办公室 支付居民税 这种支付方法 叫做普通收款 关于居民税 还有一些额外的注意事项 不管是特别收款 还是普通收款 居民税 都是固定的分期付款 从6月开始 此外 由于这是有 在年初1月1日 拥有注册地址的 个人支付的税收 即使在1月2日之后 离开日本 并不再拥有 日本地址 您仍然需要 为那一年支付居民税 如果通过特别收款 支付居民税的 个人离开公司 必须在离开公司之前 支付余下的居民税 或在离开公司后 切换到普通收款 并支付居民税 如果您计划离开日本 您需要在离开前 支付未付的居民税 或者指定一个 税金支付代理人 由代理人代表您 处理税务程序 并提交所需文件 给您所在城市 区或镇的市政办公室 支付所得税 和居民税等税款 是法定义务 请确保准确申报 和支付您的税款 因为任何不正确 都可能导致增加的税务责任 有关居民税的更多信息 请咨询您所在城市 区或镇的市政办公室 或您的雇主 消费税 是个人在购买商品 或接受服务时 支付的税款 消费税 是与购买商品 或接受服务的费用 一同支付的 支付消费税 无需特殊程序 食品和非酒精饮料的 消费税率是8% 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 税率为10% 除了本次介绍的内容外 还有各种类型的税款存在 学习如何缴纳税款 确保不会忘记缴纳 在日本 有许多法律 来保护工作人员的权益 要在日本工作时感到安心 了解与工作相关的 不同体制的规定 是很重要的 我们将在这里介绍 与工作相关的基本知识 包括银行账户和求职方法 以及工资和工作时间的规定 大多数的日本公司 会以向员工的银行账户 存款的方式支付工资 银行账户不仅用于接收工资 还用于汇款到国外 或从国外接收款项 开设银行账户时 您需要在银行办理开户手续 开设银行账户所需的文件 包括护照 拘留卡 个人印章 员工证 或学生证等 开设银行账户后 如果您的住址 拘留资格 停留期限 或工作等发生变化 您需要通知银行 如果您不再需要使用银行账户 比如离开日本 那么请在银行进行 简约账户的手续 将自己的银行账户 提款卡或存折 交给他人 或出售给他人 都是犯罪行为 绝对不能这样做 从他人那里接收 或购买这些物品 也是犯罪行为 在日本的各地 有一个名为 Harowaku的政府机构 您可以在那里 免费寻找工作 除了帮您找工作 Harowaku还会免费 为您提供就业支持 和工作推荐 一些Harowaku机构 提供翻译服务 还有一些 可以用外语 进行电话咨询 您可以在 厚生劳动省网站上的 外国人雇佣对策 页面上 寻找更多信息 在寻找工作时 请确保工作 与您的居留资格相符 且在外国人资格外工作 允许的范围内 当您找到工作后 会与公司签订一份 劳动合同 这份合同 被称为劳动合同 也可以称为雇佣合同 有各种各样的 工作安排方式 根据合同 您将会决定如何工作 正式员工 在同一家公司全职工作 派遣员工 与派遣公司签约 在其他公司工作 工资由派遣公司支付 合同员工 雇佣期限明确 每份合同 最长不超过三年 兼职员工 工作时间 较正式员工短 外包和承包 不是公司员工 不是劳动契约 而是接受公司委托 并进行工作 从公司获得的款项 不是工资 而是付款 员工受保护的规则 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在签署劳动合同时 公司必须告知工作规则 确保合同文件中 包括以下信息 合同的持续时间 合同结束后 是否可以实签 在何地从事何种工作 工作时间 包括上下班时间 以及休息日等 工资数额 支付时间和方式 何时已如何 结束劳动契约 劳动合同中 不应包括的事项有一些 确保合同文件中 不包含以下条款 如果您犯错 或偏离合同 您需要支付多少款项 公司借钱给您 并从您的月薪中扣除 公司未经您同意 就从薪金中扣除住宿 或旅行费 在签署合同后 如果发现工作 与合同不符 您有权终止合同 如果遇到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请咨询您所在地的劳动局 或外国工人咨询处 在日本 由法律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 薪水数额 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如果您收到的薪水 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您可以随后要求支付差额 最低工资标准 因地区和工作性质而已 您可以在厚生劳动省的 最低工资网页上 查找最低工资标准 当开始工作时 请确保您的薪水 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通常来说 您在不工作的期间 不会获得薪水 然而 如果由于工资原因 您不得不休息 工资必须支付 至少相当于 该期间平均工资的60% 这称为休业首当 薪水的支付也有规定 薪水必须以货币行持支付 薪水必须支付给工作的人本人 工资不能擅自扣除薪水 但是 法律允许扣除税款 健康保险等保险费 通常情况下 这些费用会从薪水中扣除 薪水必须定期支付 每月至少一次 如果您想了解 最低工资标准 或薪水支付的具体方式 请资讯您所在地的劳动局 或外国劳工资讯处 工作时间 基本上是每天不超过8小时 每周不超过40小时 公司必须在工作时间中 为员工提供休息时间 休息时间 对于每天工作超过6小时的员工来说 至少应为45分钟 对于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员工来说 至少应为60分钟 公司还必须安排员工的休息日 休息日应该每周至少一天 或每四周至少四天 还有一种有心休假 叫年次有心休假 即使休假也会得到薪水 员工在同一家工资 连续工作6个月 且出钱率达到80%以上的员工 有资格获得这种休假 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被称为超出常规工时 这也被称为加班 休日劳动 指的是在公司规定休息的日子里工作 如果公司没有与员工 共同制定超时工作 和休日工作的时间限制 那么将无法进行超时工作 或休息日工作 公司必须为超时进行工作 休日工作 或深夜工作的员工 致服高于正常工资的报酬 加班工资 通常高于正常工资的25%或更多 假日工资 通常高于正常工资的35%或更多 在晚上10点到早上5点之间工作的工资 通常高于正常工资的25%或更多 在晚间加班 一晚10点至早上5点之间的工作时间 通常高于正常工资的50%或更多 一个月的加班和节假日工作总时长 不得超过100小时 一年内的加班工作 不得超过720小时 在日本 有关于分娩和抚养儿童的特殊休假 公司不可以说出 让请假的人辞职之类的话 有特定的申请截止日期 所以最好在您知道自己需要休假的时候 尽早咨询公司 产前和产后假 这是适用于在公司工作的女性的产假 用于预产期之前 以及必须在婴儿出生后休的育儿假 产假可以在预产期前 最早提前6周开始休 对于双胞胎货更多 产假可以在预产期之前 最早提前14周开始 婴儿出生后 您必须休假至少8周 然而 如果婴儿出生后 已过去6周以上 母亲希望工作 她可以在医生的批准下工作 在休假期间 您将不会收到薪水 但您可以从医疗保险 获得生育津贴 育儿假 这是父母都可以修的家 以抚养他们的孩子 您可以在孩子满一周岁之前 修这个假 您可以将这个假 分为两个时段 还有产后的父亲育儿假 称为陪产假 允许父亲在孩子出生的8周内 最多修4周的假期 这个假期 也可以分成两个时段 在休假期间 您将不会收到薪水 但如果您每周超过20小时 并参加了就业保险 您可以从就业保险 获得育儿假津贴 了解这些规则 将有助于保护自己 在职人员应随着情况的变化 定期检查规定 如果在日本生活中遇到问题 请寻求咨询 以下是一些咨询地点的介绍 新宿区四股的外国人 在留支援中心 Flesk 是一个集结了支持外国人 在日本生活的政府机构 和其他相关机构的设施 在Flesk 有许多窗口 供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时咨询使用 例如 有关在留资格的咨询 与工作相关的咨询 与人权相关的咨询 与签证相关的咨询 与法律相关的咨询 当您前往综合案内时 会根据咨询内容 为您引导到相应的窗口 Flesk也提供外语咨询服务 Flesk的优点包括 您可以免费获得咨询 您可以匿名咨询 您可以在线获得咨询 各种不同类型的咨询窗口 都集中在一个楼层 请不要忘记使用当地的咨询窗口 您可以在外国人生活支援 门户网站的以下链接中 查看窗口位置 开放时间 和提供的语言等信息 链接 遇到问题时 不要独自忧虑 首先前往附近的咨询处寻求帮助 学会日语将有助于使您在日本的生活更加顺利 为了能够使用日语 进行交流和生活 让我们持续学习日语 在这里 我们将介绍地区的日语教室 日语的学习网站 Tsunahiro 以及如何查找地区的日语教室 日本文化厅 为希望学习日语的外国人 提供了日语学习网站 通常称为 Tsunahiro Tsunahiro 是一个供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 学习基本日语 以进行日常交流和生活的网站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日语水平 和学习场景 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 学习场景 包括购物 银行 乘坐火车 政府办事等等 这个网站提供了多种语言的支持 使初学者也可以轻松开始学习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访问 Tsunahiro网站 在Tsunahiro学习日语 并尝试在实际生活中 应用所学的内容 学习日语的一个好方法 是参加地区的日语教室 在这里 您可以与同城的居民 一起学习日语 您所在的市区挺村 或国际交流协会等组织 通常会提供这样的日语教室 有些教室是免费的 通常这些课程每周会有一到两次 每次一到两小时 当您寻找地区的日语教室时 可以向所在市区挺村的政府机构咨询 在这些视频中 我们将介绍 与学习日语的外国人进行的采访 通过聆听在日本生活的人的经验 你可以想象 这与你自己的生活有何关联 问题一 你来到日本多少年了 はい 一年八ヶ月経ちました 问题二 你在日本从事什么工作 私は新聞総学生として日本に来ました 今日本語学校に通いながら 新聞配達の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ます 雨の日も雪の日も 決まった時間に 新聞をお客様に届ける大事な仕事です 問題三 你为什么决定学习日语 高校時代 インターネットで 日本の女子高生を見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 彼女の制服姿がかわいくて 日本のファクションに興味を持ちました 日本のファクションについて勉強するために 日本に留学したいと思ったので 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 問題四 你是如何学習日语的 ベトナムにいる時には 日本人のお客様だけじゃなくて アルバイト先の同僚や 日本語学校の色々な国のクラスメットとも 毎日できるだけ日本語で話す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問題五 学習日语最有趣的地方は 日本語の勉強をしていて 一番楽しいのは 自分の国以外の友達と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取れることです 日本語の練習もできるし 異文化を知ることもできます 問題六 你认为学習日语最好的一点是什么? 人生が豊かになっていると感じられることです 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で 日本に留学できて 今まで知らなかった世界を 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日本とベトナムは 違う点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そのため日本に来て その違いに即を受けました 例えば連鎖に乗るときに 日本人はきちんと列を作って並びます 小学生でも自分で自分のことをします 学校に行く準備や 平座の掃除などです ベトナムでは それがあまりありません 日本語を勉強して 異文化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問題七 請給那些 即将開始日语学習的人 传達一条信息 日本と日本語が好きなら 簡単に諦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日本語の勉強では 新しい単語がロンドン出てくるし 時には人に比べて 押し込むこともあ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でも昨日の自分より 今日の自分が 辛抱できていると信じて みんな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因此 让我们一起学習日语 過上自己的生活吧 感谢您观看 以上的生活指南視頻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詳細的信息 或者在生活中遇到困難 接下来 我们将向您介绍 生活和工作指南手冊 以及外国人生活支援 門户网站 生活和工作指南手冊 包含了在日本生活和工作所需的信息 以確保外国人能够安全 安心的生活和工作 提供了包括日语在内的16种语言版本 手冊以图表和插图的形式呈现 非常易于理解 建议您阅读一下 手冊中还提供了关于简单日语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以下链接 查看生活和工作指南手冊 外国人生活支援门户网站 是一个旨在向大家提供有关 在日本安心生活所需的重要信息的网站 信息以多种语言提供 你可以在该网站上 查看国家发布的各种通知等 你可以通过以下链接 查看外国人生活支援门户网站 请确保定期查阅这些信息 在这段视频中 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在日本生活的一般规则和习惯 当你开始在日本生活时 可能会因为母国的规则和习惯 与这里不同而感到困惑 然而 希望和其他居民和募相处的 不仅仅是您 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期望 日本欢迎大家 祝愿您在日本的生活丰富充实 一切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